說真的啦 我個人是真的非常的期待 例如我們剛才講到的血糖啊 血壓啊 甚至酒精濃度的測試 這些東西都絕對不會 嘿大家平常我是阿康 今天呢 要來好好跟大家聊聊 關於Apple Watch 7 還有未來各種Apple Watch的消息 當然每次聊這種新消息的時候 我都要打個前提 這個呢 都是各種的消息流出 還有個人的一些看法 所以呢 它並不一定百分之百 到時候推出就是這個樣子 不過我覺得大家應該對於這個產品 應該是很期待 很想要看到 它會有什麼新功能啊 所以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想法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囉 好啦 第一個我們就來聊聊 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Apple Watch即將推出血糖偵測的功能啊 讓一些糖尿病患呢 它並不用紮針 就可以直接量測它的血糖 那當然還不只血糖啊 消息流出呢 還有血壓 甚至酒精濃度的偵測 誒 說真的喔 只要Apple Watch上面可以量測這幾種功能 我真的覺得它算是沒有任何的對手了啦 應該所有生活智慧穿戴的市場 都會被Apple Watch給壟斷 那目前蘋果是已經取得血糖偵測的專利了 這個概念像Apple Watch 它在量測血氧的時候有一點相似 簡單講就是它一樣打光線下去嘛 看它反射的程度如何 我們就可以判定裡面血糖吸收的程度怎麼樣 其實可以回想一下 Apple Watch它在健康上面的偵測 真的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 從Apple Watch 4開放了新電圖啊 上一代開放了血氧濃度 到現在傳出要開放血糖啊 血壓甚至酒精濃度的測試 你可以發現這些基本上都是其他品牌的 智慧型手錶所做不到的功能 說真的啦 我個人是真的非常的期待 雖然我本身我是不太喝酒了 甚至我算年輕人 應該身體健康狀況還OK吧 但是呢 我是覺得我的家人 絕對非常非常的需要 所以蘋果真的很聰明 因為呢 最肯花錢買東西的 就是像我這個年紀的族群啊 因為你說如果他太年輕 他可能不需要健康偵測 而且最重要的是口袋可能沒有那麼深啊 所以呢 像我甚至鏡頭前面的觀眾朋友 應該就是蘋果描述一個最大的市場 因為這個年紀通常有一點點的經濟能力了 然後也會願意花錢買孝親嘛 不然說真的 其實老人家他可能很不太願意花錢 去買一些科技產品 那只不過呢 這些功能 可能我們沒有辦法在Apple Watch 7上面看到 因為你要推出這些功能 勢必你要換一個新的傳感器嘛 但是呢 在上一代的Apple Watch 6 已經新增一個血氧了 他整體的傳感器都有換過了 所以我們渴望最快 應該是可以在Apple Watch 8 看到上述的這些功能 當然這也算是一個擠牙膏的小策略啦 畢竟你看 上一代才剛推出血氧偵測 如果這一代馬上又給你推出血壓啊血糖啊 還有酒精濃度的測試 我覺得真的算是有點跑太快了 就算蘋果他有辦法馬上推出這個技術 照理來講也不能馬上推出來嘛 那今年要推出的Apple Watch 7 可能會有哪些的改動 說真的啦 我覺得與其說可能喔 倒不如說我們自己最期待有哪些改動 因為你說要從Apple Watch 6到Apple Watch 7 你要塞什麼特色的功能 我覺得應該就算是一個小小的特色啦 就像Apple Watch 4到Apple Watch 5多了一個水顯嘛 所以理論上來講 Apple Watch 6到Apple Watch 7 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明顯的特色功能 那說真的我個人的想法啦 我倒希望他可以一年之間 不要推出什麼太大的更新 然後他可以好好的鑽研在他的電量上面 因為說真的要考量要不要買Apple Watch 應該就遇到兩個最大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預算嘛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不想花一萬多塊 去買一個智慧穿戴的手錶 再來第二個絕對就是Apple Watch的電量 因為他真的很挑戰我們穿戴手錶的一個習慣 在過去我們不管是帶實音錶啊 機械錶啊 甚至小米手環等等這些簡單的智慧健康手錶 我們基本上都可以算是不用太擔心電量的 但是我覺得Apple Watch這個少的電量算是還OK 可以接受的範圍 因為他的功能真的太多了 而且說真的還有一個隱藏的缺點啊 這個我在上一部影片跟大家聊過 就是如果你本身你買到一個續航很好的手錶 那說真的你會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要充電 甚至什麼時候要換電池 我相信大家過去在戴手錶的時候 絕對都是等到完全沒電 整個指針停掉的時候 你才會想到要去換電池啦 但是以Apple Watch來講 他本身就會督促你至少要一天一充 所以當你現在帶來Apple Watch的時候 他大致上就會督促你要有培養一天一充的這個習慣 我覺得算是有好有壞啦 再來除了電量以外 第二個我希望Apple Watch7有的功能 就是他可以偵測更多更精細的運動 因為這個問題我跟我周邊的朋友 他可能在跑全馬、三鐵、1326這些東西的人 有做一個詳細的討論 基本上這些的族群都會去選擇買Garmin的手錶 而不是買Apple Watch 除了低點電量Apple Watch 並沒有辦法支撐他們整個比賽的流程以外 第二個就是他所測量的運動數據 並沒有那麼的精細 目前Apple Watch上面的運動數據 大致上就是一個生活運動的層級而已 並沒有那麼的專業 當然我們可以去下載一些App 來補足這個缺點嘛 但是我覺得蘋果應該自己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除非他真的想要留一杯羹 給其他品牌去做經營 不然說真的 以蘋果的市值 以蘋果的能力 應該是可以做到這個程度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之前會有留言傳出 蘋果要推出一個Rock極限運動版本的Apple Watch 就是為了這一點來做鋪路 就是為了讓Apple Watch 可以去適應各種比較極限運動的場合 或者可以讓他比較不怕摔 因為說真的買Apple Watch 應該蠻多人都會有這個擔心疑慮的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裝保護殼保護貼 來保護他不要擦傷還是撞傷 所以如果蘋果這次 他自己都推出一個極限運動的版本 那當然我覺得這是可以拉到一個新的市場族群的 這樣第三點我期待了 其實跟上一點有關係 就是有沒有一個圓形表面的版本 因為說真的 這個方形表面看了好像有一點膩了 不過我還是打個預防針 這個東西方形圓形還是很看每個人的審美觀 這個並不一定 但是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有圓形的 因為一些比較知名的精品手錶 他們的表面也是大概做這種圓形的形狀 那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蘋果可能不會這麼做 他可能會把它變得更加的直角 就像iPhone11改到iPhone12那樣子 目前流出的概念圖大概都朝這個方向去走 不過說真的不管他怎麼改 我覺得有一個前提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的表帶要可以共用 所以如果蘋果真的推出一個圓形表面的Apple Watch 可是他沒有辦法跟之前版本共用表帶的話 我個人還是不會去購買 而且我相信大家也會很困擾 不過我覺得這應該是多慮了 蘋果一定會考量到他的表帶的銷量 還有表帶的庫存 所以肯定是會繼續讓他共用的 那再來除了Apple Watch 7以外 有些謠言也傳出會不會有Apple Watch SE的第二代 我個人覺得可能性應該是蠻高的 因為說真的比較平價的手錶 勢必有他的市場嘛 雖然我個人是比較提倡你去買Apple Watch 6 而不是買Apple Watch SE的 但是不得不否認 的確有很多人因為Apple Watch SE 這個比較便宜的價格進而去購買 那以Apple Watch SE第二代 理論上來講就是從Apple Watch 6去做分割 我個人是感覺蘋果在SE的這個機種 他絕對不會去下放什麼健康類型的功能 理論我們剛才講到血糖、血壓 甚至酒精濃度的測試 這些東西都絕對不會出現在SE的版本上面 你可以拿去年的Apple Watch 6跟Apple Watch SE對比 Apple Watch 6有血氧偵測、心電圖 而Apple Watch SE呢? 他去兩個東西都沒有 當然最根究底還是為了要省錢 畢竟羊毛就出在羊身上 所以我覺得頂多啦 如果真的有Apple Watch SE第二代的話 下放一個隨行螢幕算是最大的限度 絕對不會有太多健康類型的功能 不然就會跟他主線的Apple Watch 7去做打道 甚至今年也有可能不會推出Apple Watch SE第二代 等到明年的Apple Watch 8 就是旗艦版本的Apple Watch 他有血氧、血糖、酒精濃度 這些比較深度的測試的時候 蘋果才會把隨行螢幕這個功能 下放到Apple Watch SE第二代 不然說真的 如果有隨行螢幕的話 對我一般人來講 應該不花那麼多預算 去買旗艦版本的Apple Watch 7、Apple Watch 8的可能性就蠻高的 好啦 最後我想問大家兩個問題 如果蘋果真的在Apple Watch上面推出血糖、血氧 甚至是酒精濃度的測試 會吸引你去購買嗎? 那你最期待Apple Watch 7 有哪一項的功能改變呢?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囉 那最後一件事 不要忘記對影片按讚、分享、訂閱、按讚、按讚、小鈴鐺 才能收到未來更多開箱以及新消息影片的通知囉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